台湾要有自己的思辨的能力 我们所有的民众 要我们自己非常清楚的价值 要我们自己的信仰 这个信仰不只是宗教的信仰 而是真诚的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可是现在政治人物有很多 他自己根本不相信的 他只是为了一些选票 自己在骗自己 那当然最后的这种结果 就是不断的会去 去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去绑架别人洗脑 结果你反而被人家绑架 所以政治人物自己不相信的别做 媒体自己不确定的不要报道 这是最低的一个标准 最近食品让大家非常不安心 如果企业自己不敢吃的别卖 在中部一个卖香肠的大肠包小肠 一个女士自己为了这个大肠包小肠 全部从头自己去做 每一个原材料他自己要去看 米是从哪里来的 肉是不是安全的 所有用的小黄瓜 他还到农地去看 那小黄瓜是不是绝对没有化肥 没有用农药 那么这本书他基本上不是在讲大道理 我们记录了很多真实的故事 把这些台湾人 台湾一堆傲狼 好可爱的傲狼 我很多朋友说你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 我的妻子李彦秋也问我 你每天这样子跑干嘛 我跑得好快乐 因为我只是跟随着傲狼的脚步